长在石头缝里的荔枝王熟了 走 这都是您家的吗 可以摘两个条件吗 摘两个条件 都摘哪些 红的是不是 红大一点的 远一点的 是吧 两三个也可以摘 没什么事 两三个几个没什么问题 你摘多就不行是吧 每个都这样就不行了 是荔枝王 你就摘几个就行 中国只有我们这里有这种荔枝 看大哥给我 给了我一个这个 又圆又大 现摘离止 吃着真的太爽了 水分又足又甜 我们买一点可以不 可以啊 我们自己摘还是 你们自己摘也行 你摘也好吃的吗 25块一斤 你一个你在外面买 真的 你外面买也没有这么大 这么好吃 跟女生摘不得 好 那那要不您帮我们摘 摘好一点再大一点的 这位大哥真的很实在 叫我们不要多吃荔枝 而不是一味的就想着卖给我们 他都说您让我们少吃一点 您帮我摘吧 您比较专业吗 您觉得哪个比较大比较好吃 我去摘我去摘我去摘哪个 这个枣呢 是什么意思 这个熟了熟了 哈哈哈哈 这种应该还没找 没有没有 这就红的 红红刚大这个 哦 这种是酸甜的 这种是酸甜的了 哦 好了吗 挣一下 可以了 谢谢您哦 两斤半呢 好 多少钱啊 六十一块的 好的 好的 谢谢您哦 那我们走了啊 拜拜 你要吃黄皮吗 黄皮 可以吃吗 好呀 谢谢 谢谢您 谢谢姐姐 又给了一串黄皮 你看这 荔枝树都是长在这种石头缝里的 对 全是石头 看这里面的荔枝王 每一个都是这种红通通的 这个大姐姐 帮我们蘸那种特别熟 然后特别红的 她说这种吃起来要更甜一点 然后还送了我们这一串这个黄皮 下面掉了两个荔枝 走吧 妈说 走 谢谢 天气这么热 给你拿碟 哎 拿好 拿好 不用这么客气 天气太热了 喝点水 嗯 谢谢您啊 谢谢你们啊 没什么关系 我们要感谢你 你送水给我 那您刚才让我们吃荔枝呢 对吗 没有 我就说 就好像 长谷少一个也是新啦 也很没什么的 谢谢你 谢谢你 我们走了啊